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让我交班 航向148 设备过度正常 不让我接班 航向148 走动五 不让我接班 航向148 除了我们正常的操作之外 我们不仅是说跟它只提供了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航向 而且我们还要保证它的速度 必须要求在卫星要求的速度之内 才能够更加准确无误地捕捉到目标 更加及时地跟它发生指令 我们经常在驾驶室开玩笑 就是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腿是最细的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回来腿都是成了大象腿 就是站一天嘛 我们远洋期间要站六个小时 回来以后腿就是处于水肿状态 最难受的时候就是胃感觉特别不舒服 然后上下翻滚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有的时候特别难受 就马上要吐了的感觉 有的时候实在不行的时候 会在那个后面然后稍微坐一会儿 缓一缓 然后再出来继续站着操作 他们在我们出床前进行海图改正 图书资料准备以及海图作业这个 它比难堕手啊 它可能更细腻 心思更细腻 能够改图更精确更准确 对航行安全保障也更有利 出海的时候超多 他们可能超得比难堕手 更容易学得更快 超得也更很精准 在一些复杂海空的保障 他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也还是很好的 地方的女孩子她可能有漂亮的包包 还有很多护肤品化妆品 再就是漂亮的衣服 他们永远都不可能驾驶着两万多吨的船 在大洋上驰骋大洋 当我们船停靠在母港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你从海上回来 满载的是荣誉 还有团圆的喜悦 还有每个人的幸福的笑脸 你从离码头的那一刻开始 然后到你回来 你手里握着的舵轮 承载的是全船所有人的性命 你这个时候安全地停靠在母港上 就证明你把他们所有人安全地送回了家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最美的 我们下期见